好了,今天是4月1日,星期五 臨近我的交替日期,還有大概6月1日時間 剛才在鏟檢 醫生突然發現我的血壓達到140折戒 接著就已經傳到醫院去觀察 就說如果觀察了一段時間,血壓沒有降的話 我就出事要出山了 這是我意料之外的 因為沒想過最後,不知道是我太緊張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了 好了,我們已經來到這間醫院了 他不打不撞,其實我到數都還未開 已經想讓我送來進醫院了 就是純純觀察 但他說觀察完之後,結果是不行的話 就要催生了 就看看我今天是否幸運 4月1日是香港儀仁節 不知道我的兒子是否選擇儀仁節出生呢 好了,我們走吧 太緊張了 看看我們醫院的殘留 但應該未來切才可以 哈哈哈哈 好了,進去了,不要拍了 好了,先報道一下 現在就進了這間醫院 現在大概晚上8點 五年在第四個兒子 然後我� ا封衣 książ 就是在試看小朋友的心跳 moving 還有有 lazy 剛剛我 這個就調查到 嬰兒的鬥可游開始 我只知道 他攔 Naturally很少 渾到 część電腦 然後他轉過來 後來便放過這部電腦 然後키�네 那麼萬一有什麼東西 然後便你要分享 這部電腦 原來可以到外面有聯繫 都是我侄喜 最幸運的人 如果萬一有什麼移動這部機 原來可以跟外面有聯繫 都是我嫂嫂告訴我 原來最幸運的是 我嫂嫂生的時候 跟我同一間房 都是這間房 很棒 今天B姑娘很好 很年輕的 她說今晚會給我一些藥 希望幫助生寶寶 希望一切順利 就是這樣 這裡也很好 有電視機看 這就是我的晚餐 第一天的晚餐 我點了一個漢堡包 還有一杯雪糕 還有一碗湯 還有橙汁 還有朱古力的奶 好了我開餐了 太餓了 好了 現在是中午時分 十二點七 大家無端見到我釣完水 就是因為我剛剛吃了藥 就吃了半粒藥 那半粒藥 也是叫催生藥 因為昨天失了催生劑 在子宮的位置 我還沒開餐 今天早上拔完之後 醫生再檢查 就說我的子宮還沒開完 還沒開餐 唉 我覺得很痛苦 好像兒子還沒出生用 然後我又喝了少許水 因為我剛剛吃了劑藥 就要放在牙齒旁邊 讓它溶化 在這兩個小時後 就不可以咬它了 剛才姑娘進來 就要檢查一些儀器 有沒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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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要塗哪些心碟 是不熟的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要吊水 就是因為她說我喝水少 最多上剛才吃了一個劑藥 她就說我不可以喝太多水 所以用了那種藥 她就唯有吊著我的名字 喝多點水 她就要吊完水 我不知道大家 在山仔的時候有沒有試過 不過我吊完水 在香港 多數都是腸胃炎的情況下 吊完水 就很少 這個可能是我們人生第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 待會再看看情況 又會怎樣 唉 原來山仔真的是不容易 這個就是我流質的食物 就是喝一碗湯 再加一杯橙汁 再加一杯蘋果汁 還有意大利的甜品 這麼搞笑 吃凍的 然後我以為一杯糖水 但是只是一杯水 那就是出門這個Lipton 那就成為我的午餐 沒有辦法 為了生仔 就要吃些流質的食物 好了 好痛 不要開玩笑 究竟是否開了一道素 救命啊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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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六個小時 終於等到醫生來了 嘩好折磨 這六個小時我痛到 房間都喊了 沒有人理我 剛才掉了那個儀器 姑娘都不敢去理 因為我已經催到那些姑娘很快 問醫生何時來 她從房長到晚上 晚上七點三 七點四才來的教堂 好辛苦 我呢 終於吃了兩劑的那些催生藥 終於呢 有作用了 嘩 那個功縮呢 就好像我以前 即是DM的時候那種痛了 呃 更痛一點 因為她那個 及密程度很高 好痛 然後我冒了冷汗 好辛苦 然後醫生呢 就問我打不打Apiduro 那我就打了 那 呃 不是很普通打針 她說在脊椎裡面 就像縫針一樣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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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醫生做了 那 那 打完之後 效果是好見效的 但我打完之後 反應就是整身症 那醫生就說正常 因為她說這個是康姆的問題 她打針前也有問過你有沒有對其他藥物敏感 或者身體有什麼surgery 做過 我很輕勤我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應該會同事 醫生就說 趁現在打了epidural就好睡一覺 我希望待會兒子生的時候就順利一點 我希望他的epidural不要那麼快 因為我不敢想像他到9度還是10度 醫生就說過多4-5個小時才過來 現在都晚上8點2了 我猜他凌晨會出生 希望我的小朋友健康和快樂成長 好 待會再說吧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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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生了我的兒子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我們生一點 生男還是她呢 這個就是我的兒子Venture 可不可意呢 他剛剛吃了一碗 也有人幫忙做一下 也算成功 他很累 我也很累 因為我們戰鬥了十幾個小時 由春山到山那一刻 真的很驚艷 剛才跟頭伴出和伴出的狀態 最後姑娘也問我 側不側吸層肌 吸了頭出來 最後出來了 因為我沒有姑娘鬥 跟他戰鬥了兩小時 因為我又不可以吃東西 之前吃了一些牛仔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不夠力 推他出來 我都很準確 但是感恩他出了生 成功餵到人奶 我希望出了完之後 都可以餵人奶 這裏就是剛才由另一間房 去到另一間房 這裏不明顯是不同的 這裏比較小 這裏比較小 但都是尚算是一個獨立命房 就不會跟人家一齊 那裏有一個洗澡房 剛才流了很多血 姑娘就說 要我休息多一點 之後再去洗澡 我都帶了自己的炒雞蟶 然後就洗澡 然後就等這兩天休息 我們便會出現了 多謝大家看這段影片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紀錄 亦都給大家認識一下 微博的金門生小朋友是怎樣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頻道 記得按LIKE我 也不支持一下我 因為生小朋友都很累 如果你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LIKE我訂閱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 我如果有空 或者有氣力 我就會回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